以甘露水、水牛群像等作品闻名的黄土水 是台湾近代的雕塑先驱之一 国立台湾美术馆即日起推出 台湾土、自由水、黄土水艺术生命的复活展览 呈现黄土水37件雕塑作品以及重要文献资料 在民间强加的响应下 数量为历年之最 是黄土水近百年在台湾最大规模的复展 史波馆那次展览只有29件 高煤馆那次展览只有22件 我们这次努力争取到最多 但也还是只能争取到37件 我们当然希望未来还有人能够设法找到更多 能够为黄土水争取到更完整的展览 所以我们才会把这个展览称为叫做 黄土水艺术生命的复活 虽然黄土水短短35年就从人生舞台谢幕 但它短暂而奋斗不懈的艺术生命里 却为台湾留下无数不朽的经典作品 次长团队指出 这次寻访拥有黄土水作品的藏家 为本次展览筹备阶段最大的困难 因为它的作品本就不多且极为珍贵 许多收藏家起初并不愿意公开这些藏品 历经了多方奔走请托才顺利商界而成 它的重要跟难得就是说 除了这里面有五件作品 是国美馆自己的之外 我们有三十二件 全部都是去跟当初的赞助者 他的赞助者的后代去借来 那赞助者的后代 往往这个都是他们的传家之宝 他们是很难借出来的 所以虽然这次他们借给我们 我们并没有把握什么时候 他们还愿意出界去办展览 黄土水对于台湾美术史 有着卓越的贡献与影响力 民众走进展间 可以从他入选地展的代表作 动物雕塑到赞助者的胸向 深入了解这位伟大的雕塑家 展期至7月9号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 踊跃前往国美馆欣赏 以上新闻由真神恋爱记者 黄兴凯 林恩宇 在台中市的采访报道 伤心的时候 有我陪伴你 欢笑的时候 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整身广播电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